骇人听闻的入室杀人案 牵扯出一段扑朔迷离的情感纠葛 神秘凶手究竟是谁 死者女儿爆出惊人内幕 赤裸裸的威胁恐吓 凶狠残忍的杀人预告 是什么让他丧心病狂 敬请收看到的观察 杀人预告 杀人预告 2016年10月19号晚上 四川省德阳市京阳区公安分局 城北派出所民警 突然接到一个紧急报警电话 德阳市区回民小区来 移民中年旅行 被他人摸开 报案人龙师傅称 自己的妻子周丹在家中被人残忍杀害 接到报警后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往事发现场 民警当时看到的景象触目惊心 龙师傅家中鲜血满地 他的妻子周丹倒在了一片血泊之中 龙师傅说 由于自己上夜班回家比较晚 没有想到刚一走进家门 竟发现妻子被人杀害 刑凶者也早已逃之夭夭 随后遇害人周丹家的其他亲属 相继赶到案发现场 看到眼前这悲惨的一幕 周丹的亲人们悲痛不已 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 确认周丹已经没有了呼吸 周丹因中刀失血过多已经死亡 那么案发时 这个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似乎所在的卧室发现了大量的血迹 其中有从客厅至卧室 有一个明显的脱拽的痕迹 在客厅和卧室内都发现了大量的血泊 通过勘查办民警发现 周丹家里主卧室的衣柜十分凌乱 明显有被人翻动过的痕迹 客厅地面有明显的打斗痕迹 沙发上有一大滩鲜血 周围有喷溅的血迹 民警一段客厅应该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经过法医初步检查 死者身上竟然中了四十多档 死亡时间超过一个小时 根据死者身上的伤痕 可以判断凶手作案手法极其残暴 令人不寒而栗 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平时跟人无怨无仇 怎么会突然被人杀害呢 而且还死得这么惨 杀人者如此明目张胆的行凶 为什么呀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理由 才能让凶手这么狠毒 当地警方非常重视 全力调查 这一查 发现了一条线索 这条线索听起来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周丹与丈夫龙师傅在德阳市 同一家物业管理公司工作 虽然是再婚家庭 但两个人相处得十分和睦 根据龙师傅的回忆和法医的初步鉴定 警方推断凶手作案的时间 为晚上七点到九点三十分左右 技术人员在现场排查出一个可疑的血脚印 从形状和大小上判断 应该是男性脚印 在现场比较从容 通过这枚主计划能看出 他在现场待的时间非常久 令人感到疑惑的是 行凶者为何会如此的淡定从容 而案发现场的门窗也完毫无损 周丹难道会是打开大门让他进来的吗 究竟是什么人能够如此轻易的取得周丹的信任 走进屋内呢 我们当时第一个盘是这个人 肯定是被人饶入室之后 应该是用第一种锐气 刺伤 导致当时的心肺状况 当时我们还不晓得他导致死死的时候 因为医生当时还没有想结婚 案民警在调查走访中发现 周丹平时性格温和 没有与人结下什么仇怨 难道说犯罪嫌疑人真的只是为了入室抢劫而行凶 就在案发第二天上午 死者周丹的女儿小琪匆忙从外地赶回德亚 母亲的惨死让小琪痛不欲生 然而更令人意外的是 小琪告诉办案民警 他知道凶手是谁 死者周丹的女儿小琪从外地赶回来 见到母亲死亡的惨状 那真是伤心欲绝 随后他就对警方指证 他有一个怀疑对象 这个人一定是杀害他母亲的凶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就在几天之前 在微信里边宣称他要杀人 这是真的吗 有人会如此疯狂 在杀人之前还发个预告 这人是谁呀 小琪说他很明确的知道 杀害母亲的人在事发之前 就已经发出了一个明明白白的杀人预告 当时拿发之后 他日子从外地赶回来 赶回来之后 他就把这个朋友圈收集 拿个公安机房 把朋友圈给我们都砍了 在小琪的微信朋友圈 办民警果然发现了预告杀人的内容 说我要准备 要对这个受害者的女子 或者他的家人准备下手 这个说法 小琪告诉办民警 发布杀人预告的 正是他的前男友潘军 在案发前几天 潘军就在自己的朋友圈里 发布了好几条 令人胆战心惊的消息 这是10月19号上午8点50分 案发当天 潘军发布的一则信息 这条信息配的图片 正是周丹家的大碗 而潘军下一条朋友圈 发布的时间 是10月19号晚上11点11分 这个时间周丹已经遇害了 用别了 爸妈 儿子对不起你们 这就是骗我的下场 我说出的话 现在已经实现了 你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潘军朋友圈里的这则消息配的图片 正是周丹女儿小琪的相片 民警发现 就在案发前几天 潘军发的朋友圈消息 自立行间充斥着 报复家破人亡等威胁字眼 对象直指周丹的女儿小琪 警方调查发现 潘军29岁 是四川德阳罗江人 曾经有过前科 民警判断 潘军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汉军不仅有重大嫌疑 而且极具危险性 那么他究竟会逃往何处 他会不会再次做出 伤害小琪的举动 民警一方面对潘军的活动轨迹展开排场 另一方面向潘军的亲戚好友询问情况 2016年10月20号下午 民警得到线索 潘军极有可能逃往中江县的一个朋友家 侦察员立即赶赴中江 所有的移工大大小小投入了 十五十个警地在里头 然后我们局长亲自 把亲自刮出来 在侦破这个案件 这是哪里 我们看哪里吧 就是哪里家 哪里班子 杀银子 民警在潘军的裤兜里 搜出一把折叠刀 当时他身上的搜出来 中安有的大把笔刺 还有他当时中安身上穿的哪件衣服 那么潘军是不是杀人者呢 他和小琪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在看守所里 犯罪嫌疑人潘军提及前女友小琪 言语中还充满着温情的回忆 潘军说 2016年3月他和小琪相识 刚开始他们的爱情是美好的 双方还见过彼此的父母 刷过一段时间朋友 然后打死了 和和因为这个信念 他本身的形别上的问题 相信这个守在这件事 就只要干两个分寿 也就是说 虽然潘军和小琪两人谈过一段恋爱 但两人之间巨大的性格差异 在他们相处三个月的时候 就已经渐渐显露出来 由于潘军控制欲极强 性格偏执 甚至不准小琪和其他异性交往 小琪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遭受到这样霸道的控制 让他感到十分压抑 最终忍无可忍的小琪提出分手 然而潘军却不肯答应 小琪提出分手后 潘军依旧不停地纠缠着小琪 这让小琪感到十分困扰 并开始找各种的理由疏远潘军 直到2016年国庆节 潘军再也联系不上小琪了 其实这时小琪已经偷偷跑到外地打工 他之所以不敢让潘军知道 也是因为有些担心 但这个潘军的性格就是属于那种 比较一个人经典 小琪的突然消失让潘军心烦意乱 这种偏执而狂热的感情 似乎一步步地偏离了正轨 尽管潘军有前科也没有工作 但是小琪的母亲周丹 对潘军从来没有什么成见 只希望他能积极努力地改变 我跟他们没的意见 说老实话跟你们没的意见 我一直都对他们没的意见 他也不喜欢找到到夫人 对人是不真正的人 自从潘军和小琪闹矛盾后 周丹和丈夫也发现了潘军性格上的偏执 渐渐地开始疏远潘军 这让潘军更加积怨在心 既然是蓄意报复 潘军又为什么要事先在朋友圈发布消息呢 既然两人曾经是情侣 小琪肯定能看到潘军的朋友圈 那他为什么没有引起警觉呢 原来潘军的微信朋友圈发布的消息 设置为只有小琪能看到 这是他认为能让小琪对他重视的唯一方式 2016年10月8号潘军写道 今天这一步都是你对我的绝情和欺骗造成的 10月18号晚上8点多 潘军又发表了一条指责和控诉小琪的信息 眼见小琪没有回复 潘军在下面留言道 时间不多了 是当时最后一条朋友圈的那个微信朋友圈发之后 这个失敌这个月儿就要回复了 反正中期的意思就是说 依然是要跟他们两个分 不远跟他们在一起 看到潘军的这条朋友圈留言 一个小时之后 小琪在朋友圈上发表了一大段内容 她写道 谢谢你的爱 我也爱过你 但是你的爱太炙热 太可怕 让我喘不过气 让我不敢拥有 随后 小琪完全屏蔽了潘军 她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一条回应会彻底激怒潘军 潘军马上扬言要让小琪家破人亡 这些赤裸裸的威胁恐吓让人不寒而栗 可是小琪并没有看到这些可怕的留言 案发当天上午8点多 潘军曾经来到过周丹家 可是家里没人 尽管知道小琪已经将他屏蔽 但是他还是在朋友圈上发出一条消息 晚上9点 潘军再次来到了周丹的家 当周丹开门见到潘军后 并没有很大的热情 而且在此之前 女儿小琪就曾经提醒过 要父母小心潘军的报复 前女友母亲冰冷的态度 让潘军的理智彻底断线 一气之下 潘军拿出事先准备的刀子 愤怒地刺向周丹 通过体位分析的话 应该是嫌疑人将受害人 摁倒在沙发或者地上 拿刀连续进行刺杀 周丹就这样 遭到女儿前男友疯狂的报复 倒在了血泊中 如今冷静下来的潘军 等待他的必定是法律的严惩 此时的后悔已经太迟 预告杀人杀掉所爱之人的亲人 到头来潘军得到的是失去一切 接受法律的严惩 他的幼稚和偏执已经违背了常理和常识 如果爱能靠着威胁和恐吓得到 那还是爱吗 这样的爱法 又有谁会接受呢 我是卢一鸣 明天见